之前放进锅,就是洗两遍,过水,清水 然后呢,锅里加水,然后加这个青葱和姜片 然后就是把这个锅的水,就是那个水不需要热的 就直接把这个猪油渣倒进去 然后呢,就把那个gas开火 火不是大火,我是用那个中小火 然后就是用这样子的热度去一直煮熟它 sorry,不是煮熟,就是煮到它的水,然后有那个渣出来 然后就把火关掉了,就像现在 它过滤出来之后,这些姜和青葱 不要过滤它 为什么要过滤那个姜和葱的步骤呢 原来去除那个猪油的一些那个味道 猪的臭臭味道 所以你看啊,它就是倒出来,它是白白的水 就是清洁 有水分是不用紧的,所以现在要下锅炸了 OK,现在锅是还没有开火,我就放回去 所以锅有水,有四是OK的 开火 是用这样子的中小火 然后呢,是不需要放油的 就是一直这样子 拉它 炒它 记得是不需要放油的,不需要放任何油 就让这个猪油自己煮油出来 一分钟后那个猪油炸的油 它就会自己煮出来了 等一下会更多 所以就是继续这么炒,要有耐性的炒 有没有哦,我加了一粒蒜头进去 倒加 看那个油就出来更多了 就炒 炒到它变金褐色 不成可以加一点点 看没有需要加油 它的猪油炸自己出来的油 是拐扣的 好像水这样子 然后有香味 所以猪油炸是不需要用菜油来炸的 而是要它自己滴出它的油 炒到它差不多有点中褐色的时候呢 就可以把它开始 开大火 现在是中小火 看这个猪油炸有颗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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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呢 是可以 开始大火了 转大火是让它滴乳出来 然后其实炸火之后呢 几秒就要烙起来了 就是逼它的原理是把那个 才不会倒流啊 所以就是逼逼逼 那些泡泡如果要结束的时候呢 就是可以把它烙起来了 哇 这样啊 在这时候 在这时候 其实是可以再继续的 然后 我的火是关了 可是这个是继续的 再 再炒 颜色很漂亮 这是我第一次做的 酥油炸 好香 好香 成功了 谢谢你的观察 如果当道具的话 可以帮大家去上Twitter 然后再传给你的朋友 一起学习